61岁杨子琼凭起义女侠玩旧宇宙成为奥斯卡手 亚裔影后,演技受到肯定 但其实杨子琼入行前实施一名碧球运动员 曾荣获马来西亚的青少碧球冠军 令不少网民惊喜 其实娱乐圈有不少人入行前的职业令人意想不到 由运动员转战 一人亦有天王及一人曾任酒店门童和发型师 魏天王级的刘德华 原来小时候已经为自己剪发 刘德华曾透露英学校每三个月就要对学生头长度进行检查 当时家境不太好 刘德华为了不向父母要钱 又产生了一个赚钱的灵感 于是走发型巫当学徒 其后刘德华到了学校检查头发 前两天,刘德华带着极其简单的理发工具 魏同打理头发 即使刘德华后来进入演艺圈 有时还帮剧组的人做造型 刘德华早年投资发型巫曾学剪发 曾于内地节目鲁豫有约一日行中晒手 为鲁豫洗头剪发四模四样 可见当年的确下过少苦工 刘德华曾在访问上透露 试过维曾志伟,震叶等人理过发 甚至连自己的头发都有自己 李,我没有余用的造型师 也很少到发型屋 早上电台前还自己修剪了头发 更曾笑颜发型师男 他的钱,因他都可以自己处理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我会有点赞 订阅